我叫叶小泉 从小就喜欢分尺电车的速度感 乐爱机车骑行 2002年我买下了人生中第一辆重型机车 其实和我一同骑着摩托车走遍了世界很多地方 2019年7月 我打算带着马上要14岁的女儿一起来一次西藏摩托 西藏等着我吧 这是一对夫妻他们骑着摩托车旅行的一段短短的视频 能够远远地隔着镜头感受到他们的幸福 那今天这对夫妻牵着手来了 赶紧认识一下吧 来 掌声有请两位 太帅了 这个是去瑟达的一路拍的吗 对 有很多故事情形 是吧 因为我去年也去了瑟达 看你们路过那个冰川 我跟我爱人一起 一轮一辆车去每个地方 所以你们的生活真的是很幸福很浪漫啊 可以夫妻俩去骑行 说明夫妻感情好 说明经济条件可以支撑我们旅行 说明没有太多的负担 挺幸福 那接下来还有什么继续的旅行的安排吗 就像刚才影片里说的一样 本来我带我女儿去西藏 两个妇女之间增加一点感情 但是19年相差五天的时间 我摩托车已经在西藏拉萨了 我突发脑干出血 就结束了我摩托车 爬下炸的 我不是很方便 那我们赶紧坐下吧 好吗 当时是很突然地发生这样的情况吗 非常突然 因为当时我还经营服装设计公司嘛 赚钱也还可以 我女儿放假是7月2号 我想7月2号就带她去趟西藏 因为我跟她俩 没有跟我艾伦还有我儿子 还有个儿子吗 对 还有个儿子 她在出发前第五天就突发 好年轻啊 才37岁当时是吧 对 当时是和妻子在一块 对 在一起吃饭的时候 还是露宾丹 再喝酒 发现我眼睛痛 我本能反应一下楼眼睛 发现我手抬不起来 在我艾伦 他以为食物中毒 马上拿手机去查一下 手麻 眼睛痛 什么情况 就在那一瞬间 我就能站起来 就喊了一句送我去医院 到副驾时我几乎休克了 到车上的时候 其实她已经脸是歪的了 然后舌头已经打转了 那个时候就是想要抓紧送医院 然后我是一路闯红灯送到的医院 到医院以后医生给她测量了血压 高压是两百八 低压一百九 就已经特别高了 那时候医生就跟我讲 他说你老公肯定是血管爆裂的 就直接去抢救了 然后医生就把我叫到那个诊室 他跟我讲 他说你去听一下看 他还有没有什么遗言要跟你讲的 他说有没有什么话留给你之类的 但是我没有去问 我是跟他讲 我说你放心啊 我说外面有最好的专家在等着 我说你不要怕 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脑干初学五毫升的意义 五毫升了 五毫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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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同差住院以后没有离开过半步 因为不放心人家照顾嘛 然后就一直自己看着 三个半月没有离开过医院 就一直在我身边 所以导致她眼睛 甲专心眼睛 现在也是挺变形的 对 我看到 女生的眼睛有一点 有眼球突出 眼球突出 然后眼皮盖不下来 后来我们问了很多医院 我们找到一个医生 可以看她这个眼睛的病 但是她这个眼睛病比较特殊 她要做两次手术 要 反正很复杂 要休息两个月 我爱人为了照顾我 所以直到现在 还没去做这个治疗 因为我要是去的话 就没有人照顾她了 对 她不放心 我也不放心给人家照顾 就是假抗引起的是吗 对 假抗引起 因为熬夜嘛 就很突然 睡醒就这样子了 眼睛 她睡觉 她眼睛也闭不容 因为她看下面 她这块突出的时候 会把她眼睛掉了 该不上了 但我还是觉得 你妻子很美啊 就是 在我心中永远最美 对 杭州女孩子那样 最美的样子 对 后来是三个多月 终于出院了 出院的时候 什么样的状态 可以走了吧 推特轮椅第三个月 我可以自己走 我拿拓把 我没有用拐杉 第六个月的时候 我几乎每天能走十公里 每天坚持走这么多路程 最多一天我十七公里 我早上四点钟开始连 四点钟起床 晚上到中午 就在练走路 所以从最初 其实都想过放弃 但有家人的支持 你又变成了那个最勇敢 最执着的人 一走走十多公里 十七公里 我都走不了 第六个月的时候 我走十七公里 我老婆电话打来的时候 她把我接回家 她说你怎么走这么远 很担心 因为我每天都太早 后来我老婆为了防止我 我凌晨四点钟就 偷跑出去 起床 晚上让我看电视 让你晚点睡 别那么着急 让我看连续剧 看到九点半才能睡 有时候没有 实在没有办法 看连续剧也要睡觉 我就挠痒痒 怎么样给她 都要挠到九点半才给她睡 让她恢复以前 正常的作戏习惯 妻子会不会觉得 担子也挺重的 不觉得重 只要她能康复 只要她能好 我就觉得 就再辛苦 再怎么样都值得了 带她骑摩托车的时候 我有跟她说过 我说 以前是你教会我骑车子的 都你照顾我 我说 现在轮到我来照顾你了 我说 你也不用担心以后 能不能骑摩托车 我说只要有我在 我说我都会 把你绑在我的后座 绑在我的腰上 带你走遍全世界 这草气神坚决的 我觉得 真的 有时候我们说 相平浪静的时候 夫妻恩爱 可能是家家的样子 但遇到事情 彼此的扶持 那是最深刻的爱 对 德宾以后 以前的生意 是停滞了吧 刚才你讲 在经营一家 服装设计公司 我们现在 我跟我爱人 在设计 行星专备 因为我不能 骑摩托车了 我还想有这个爱好 继续下去 创立了一个品牌 也在淘宝店 开了一家晚店 等于说 我们重新创业 他不想跟摩托车 脱离掉 因为他不能骑了 然后他就想设计更多的骑行服 还可以继续跟摩托车有交流 好